法瑞康奶粉 智慧妈妈的选择 来自法国的法瑞康奶粉 时刻护卫宝宝健康成长 法国乳制品全球闻名 法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国 作为独立机构的法国奶液控制署 有5500名专业人员监督每天的数据信息 法国也是全欧洲最大最先进的婴儿食品市场 欧盟是唯一立法禁止奶牛使用激素的地区 乳糖和葡萄糖聚合物 应是牛乳蛋白和水解蛋白配方食品的首选碳水化合 为防止患有不能识别的遗传性果糖不耐症的婴儿 可能发生危及生命的症状 蔗糖和果糖应避免以配料成分添加到婴儿配方食品 欧盟是唯一法律禁止在奶牛饲养过程中使用激素的地区 而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的法律则允许使用激素增加奶牛产量 欧盟规定奶牛必须受到官方控制 以证实它们的健康符合原奶生产的要求 尤其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和受累疾病药品的使用符合官方要求 任何乳制品包括其奶源、奶牛都要做到质量和追溯性 由于法国家庭奶牛厂通常为祖传家业 所以奶牛饲养历史很长 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五十至一百年以上 祖辈一般饲养奶牛规模较小,均在五十头上下 而目前饲养规模一般在一百至二百头左右 土地面积一般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亩 且大部分自家拥有 法国的奶牛厂饲养模式和中国有很大区别 是散放饲养的 一天两次挤奶 绝大部分奶牛厂拥有挤奶室 挤奶室有鱼骨室及机器人挤奶等几种 还有一小部分在牛棚里栓寄挤挤奶 挤奶结束后 把奶牛赶到草场上吃草喝水 草场上混波种植有三叶草 狼尾草 木须等几种草 草场周围设有电缆 防止奶牛逃离草场 法国的奶牛一天除了早晚两次挤奶 吃青玉米、干草、精料 约八小时在牛棚内外 其余十六个小时均在草场上吃草、休息 一年中只有冬天四个月待在牛棚内饲养 法国奶牛厂经营模式绝大部分是家庭饲养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单一家庭饲养奶牛 另一种是二到四个家庭合作经营奶牛厂 还有一种经营模式是教学实验型 即大学及科研机构用于教学研究的奶牛厂 法国法律规定乃制品产业必须建立可追溯性系统 所有食品及饲料均需标示生产者姓名、地址、产品名称及交易日期 相关数据需保存至少五年 供追查之需 该法案第十八条虽未明确规范标示数据 但未建立可追溯性系统 相关信息应包括下列两类 一、供应商姓名地址及其供应的产品名称、销售对象姓名地址及销售产品名称、交易或交货日期 二、产品的交易量、条形码、其他相关信息等 由于法国气候条件优越、土地面积大 奶牛厂一年四季都有大量的牧草 如有优质的甘草、青柱牧草、青柱玉米 奶牛四季的精料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颗粒全价料 一种是自配料 自配料的奶牛厂 其精料中的能量饲料主要有玉米、大麦、蛋白质饲料有豆饼 矿物质料有优质的长量、微量、微生素添加剂 配料的原则是讲究优质、平衡 不追求原料多品种 追求品种少、量多而优质的原料来达到奶牛饲养平衡 法国奶牛厂挤奶时一般用小毛巾和温水擦洗乳头 一头奶牛一块毛巾 每次挤完奶后毛巾由洗衣机清洗 随后浸在消毒水中消毒备用 消毒挤奶机器的热水一般都由电热水器来供应 法国所消耗的婴儿食品人均每年高达145公斤 为全欧洲之首 各品牌都针对婴儿生长发育的特点 在奶粉中引入了医学生物科技成分 其配方及生产过程大多使同药品来监管 因此除了超市及商场 法国品牌婴儿奶粉也在药店销售 其内在品质可见一斑 法瑞康的纯天然材料优质质量 使得妈妈放心 宝宝开心 法律鲁